什么人听东西能听得懂 能听进去 心近的人 心有疑怀疑 有顾虑 叫心浮气躁 我曾经跟诸位报告过 当家大使对于心浮气躁的人 他一句话不说 你问他问题 他必须等待你的情绪 完全稳定了 他再跟你说 你一个小时不能稳定下来 他一个小时不跟你说 等你离开 离开就算了 所以清净心能受骄傲 心不清净不能受教 底下一个问题说 老法子曾经说 植物没有感情 不会起报复性 但是既然没有报复性 又怎么会起报恩性 报恩性是信的 是你心里的本有的 报复性不是信的 它是习性不是本性 本性里的没有报复性 习性里的有 你明白这个道理 这问题你就解决了 第八 经中说 一切法得逞于人 人对于身心造成重大压力 人如何排解 人是有限度的 有极限的 到极限的时候 不能把它化解 它会爆炸 所以人是一个战士的手段 人之后怎么样呢 人之后 它得定 定开会 会啊 把你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 不平地气 它自然化解了 所以人不能直于人 人要往前进 所以人如 下面是精进 精进下面是禅定 禅定下面是智慧 你要一直往前面走 你不能够就中断指导人 后头精进禅定 智慧没有了 那个人会爆炸 底下一题 说若得了一些医生无法检查出来的毛病 是否既属于业障 若是业障病 但不知过去造了什么样的业 应如何忏悔 过去造的业不知道 这一生造的业知道 这一生的业都是过去生的业障的习气 所以从这一生当中 我们那个业障习气 哪些很重的就知道 这个是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延续下来的 因为贪财的这个念头很重 这不是一生选的 肯定过去生中延续下来的 诚慧很重的 特别重的 而隐喻心很重的 这都是过去生中习气 你能够从这个地方去反省 减点你就知道了 你在这一生中特别爱好的是什么 那就是过去生中习气 善的习气好 善根 我的习气就造成业障 底下一个问题 请问如何训练 念佛号功夫 使其能真正压住我念 这如何能提高 决心 使佛号能在悟念生起之前 就能将其相复住 如果说佛号能在悟念生起之前 就能相复 这已经是功夫成片了 很得力了 一般人在悟念起来的时候 马上立刻把他相复住 这就很难得 这叫什么 这真的会念佛 一个念头 悟念起来 阿弥陀佛 要下去 这是会念 我念起来 虽然念佛 压不住 我念跟佛号同时起来 这个我念把佛号功夫都破坏掉了 所以这个要知道 平常念佛 没有起先动 你说念佛 这就是防止 把它养成一种习惯 用这种习惯 把无始界以来 心里面的我念 我吸气 善念 善吸气 都要洗掉 你的清净心 才能显示 我吸气 障碍你的清净心 善吸气 也障碍清净心 那所以善我吸气 出不了六道轮回 山沃西区都没有了 六道轮回就没有了 底下个问题 若道场邀请某位法师主持三十七年 而法师在发会期间 却因身体不失而无法主持 所以请问道场负责人 是否应宣布发会延期 这个看情况 如果道场当中有人能够代理的 可以接着做 实在是对这个法师很深夙 找不到一个人能够主持的 那就没有法子 可以宣布延期 第二个 如果临时找到其他法师代理 是否可以 必须向大众宣布 老和尚 有其 有其他法师代理 可以 若发会中发现 代理法师主持不太如法 道场负责人怎么办 也要把法会做圆满 也要把法会做圆满 那么发会这个法师 他能 他很谦虚 可以提醒他 可以提醒他 迷离他 不如法的地方改进 如果法师不能接受 下一次就不请他就好了 恭敬供养 恭敬供养 纵然你自己不相信 在这个环境周边 有许许多多 肉眼看不到的 不同维持空间的众生 他们能够收到讯息 他们能得到利益 得到利益的人 都会感谢 知恩报关 所以有好处 没有害处 底下一个问题 释迦牟尼佛在东方实现 嫉妒实现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